周济手工家常面位于台北市中心的中正区 城中市场 城中市场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这一代美食众多店内用餐环境市场调形的桌椅区 空间不大但蛮前进的 店内小菜区种类很多 就摆放在餐厅入口处 必点店家最厉害的武器 手感到切面超Q有劲道 这里的面食选择很多价位也不算太贵 很平时的价位 炸酱面大碗60元炸酱面有北方口味的做法 有豆根丁级杂酱还有清爽的小黄瓜丝 口味很不错重点是面条超赞的 每个面条都吸附了杂酱的香味 猪肉炒面小碗90元猪肉份量蛮多的 加上爽口空心菜 红萝卜丝炒得很入味 牛肉面小碗120元小碗的牛腱肉大约是5片 汤头味道还算不错尝起来清爽不腻 重点是手感面吸饱的汤汁 真的好够味好好吃 味噌共玩汤35元 也很不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参加过2013年台北牛肉面节的比赛 也有拿到奖 牛肉面要加的酸菜老板居然放在桌上 就这么一大桶让客人随意加 老板表示这个酸菜是他们自己做的 看客人反应很好就大方地放在桌上给客人吃得尽心 知名牛肉拉面北投总店的小菜 每一样都看起来相当新鲜前景 像是这种很容易变黑的茄子 却可以料理到外皮不变黑 口感又逐软 从小菜中就可以发现店家的功力 老板分享到他们家的红烧肉跟炸排骨 可是小菜排行榜里面的超人气项目 排骨的表现相当不错 不会太油腻 口感算是不错的 炸鸡腿70元这个鸡腿超大支 而且外表的鸡皮炸得超酥脆 一咬下去 脆脆的口感超棒 鸡腿是必点小菜 可以请店家帮你切块 也可以考虑直接拿起来看 基本上不用加酱料调味就很足够 综合盘盘40元有中耳朵 豆干 海带 蛋 这样40元 红烧牛肉面小碗190元 看住红通通带着中药材香气的热气 从碗面缓缓上升 这一碗牛肉面的红烧汤头 喝起来那中药药材的味道不会很重 比较多的是酱香味 微辣的汤头喝起来很顺口 选用上好的牛健心牛肉肉质好好吃 炖得非常入味 切给客人的肉块厚度也很有诚意 这样的牛肉块吃起来才有口感 另外点了牛筋 牛筋的块头有点大 可是一咬下去 发现这个牛筋好入味炖得很痛 招牌清炖牛肉面小碗160元 汤头好顺好甜 老板表示他们家就是走骨走味 这个清炖汤头就是指用牛大骨下去熬 市面上有些店家会再加红白两种萝卜下去增加甜味 市民家的汤头就只有牛大骨跟一点点洋葱而已 牛肉的甜味会一直留在嘴里 口味叫戴雅的朋友可以选择清炖 没有过多的食材下去熬煮却非常印象深刻 老板说他们有两种粗细的面体给客人选择 但拉面还是最多人选择的 这个拉面是特地找工厂客之化帮他们研发的 所以别的地方吃不到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